108年综合所得税的申报配合防疫措施 延长报税期间是到6月30号 而过了一半了 5月份花联国税局收线有45255件 申报率是达到66% 6月1号开始 国税局也把民众的等候区移到一楼的室内大厅 并避民众在外面要风吹日晒雨淋 同时国税局也呼吁民众 还没有完成申报所得税的民众 要把握在6月份最后期限完成申报 108年综合所得税5月1号开征 受肺炎疫情影响 今年开征期限延长到6月30号 申报动线也配合防疫做了变动 截至5月31号 花联国税局的申报率达到66% 依照我们到目前到5月31号的申报的情形 那我们花联分局到目前已经完成申报 是45,255件 那大概是根据我们估计 大概是总完成数大概完成66%左右 所以换句话说还有34%的人还没有完成申报 为了不让民众在户外风吹日晒雨淋 6月1号起等候区移到了一楼的室内大厅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年都是在户外 这个就是说在楼下 那减少民众那个搭乘电梯的一个风险 所以我们今年申报的动线都是在楼下 那个以一楼为主 那民众的等候区是在户外 那我们经过这一个月的一个实施 因为我们的动线就是我们不就说 让民众就是不回流的一个通道 就是进来的跟出去的民众的那个路线 是就是说不回流 那我们就说6月份的话 我们会把它户外地区 现在就是说我们会把它撤除 然后都以室内为主 而且就是以我们一楼的现有的空间为主 那换句话说我们所有的申报查掉所得的部分 那现在都是在我们一楼的原来中所税的 这个中所税那边的一楼的服务区 那民众的等候区 我们就是设在一楼的大厅 大厅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民众在6月份 民众的等候区全部都在室内 接下来还有一个月的申报期间 华联国税局也呼吁民众 多使用家中的网路来报税 可以参加双重抽奖 最高奖项5万元礼券 提醒大家一定要在6月30号前 完成众所税的申报作业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